没有想到把白醋倒入八角中 解决了每家每户的烦恼 方法非常的实用又省钱 今天就跟着视频一起来看一下吧 说起八角相信大家很不陌生 八角呢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非常的普遍用的 八角呢 是我们烹饪必备不可少的一种调味品 尤其是我们在冻肉的时候 要需要加入八角 冻出来的肉非常的好吃 白醋是我们日常朋友中 必备不可少的一种调味品 不管是炒菜还是凉拌菜都需要 白醋我们倒入到八角中 再用筷子把它们搅拌一下 然后打搅 全部浸泡在白醋中 浸泡半个小时 经过半个小时浸泡好以后 我们盖上保鲜膜 把它封盐式 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再用牙签在保鲜膜上给它插几个洞 这样里面的白醋和八角气味就能从 我们茶洞中挥发出来 白醋和八角这样搭配在一起呢 能产生一种气体 这种气体呢 能驱散我们家中的蚊虫 把它放到窗台上 我们就能防止蚊虫进入家中 我们就不用再买杀虫剂来对付蚊虫 这个方法还非常的健康 还有我们可以把它放入到冰箱中 去除冰箱中的异味 第三个没有用 我们可以放到卫生间 可以去除我们卫生间中的臭味 非常的管用时效 总之它的好处太多了 方法也非常简单 学会这一招咱们在家一年能省很多钱 赶紧收藏起来这个妙招 大家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 把这个方法转发出去 让更多的人能看到这个方法